女人饥不择食的四个阶段你经历过吗 女人在自己空虚的时候 往往会有着令人难以启齿的欲望 但是这欲望一般也会表现在这四个阶段 相信你一定经历过 第一阶段 出肠禁果之后 出肠甜蜜之后的你 往往对男女之间的情势会抱有很多幻想 并且因为初次接触的原因 很多女人都会喜欢上这种感觉 从而导致自己深陷不能自拔 第二阶段 许久未经人事 许久没有尝过幸福的你 内心会变得空虚 心里总会有一种想填满的感觉 而这种幸福的填满 往往也只有男人能够带给你 这个时候的女人通常也是需求最旺盛的时候 第三个阶段 年过三十的女人 这个阶段女人往往比较注重质量 虽然欲望不会特别大 但是对男女之事有着很高的要求 所以这个时候的女人通常看起来比较好 第四个阶段 虎狼之年的女人 这个时候的女人往往已经到了身体的巅峰时刻 对男女情势的需要通常会变得特别强烈 并且是欲求不满 这个阶段也是男人最痛苦的时刻 若是你能满足则好 若是不能满足就很容易让她心生怨气 这四个阶段女人 无论你正处于哪个阶段都一定要忠于对方 不要因为自己的需求去拎责他人 精神的满足固然重要 但是双方的幸福也同样是不可或缺的 所以无论你是经历哪个阶段 幸福很重要 都没在船里 都没在船里 都没在船里